我的作用名是反听冲 内市民至胜强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听他们的互动 听客人跟我们店里面的同仁 不一定是店长的所有互动 他们的对谈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其实我到店里面去有几个重点 所以稍微盘点一下 其实我很喜欢听到他们的对话 有时候对话可能是两个员工 刚好是交接班 他们会谈到公司做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我听到的是真实的声音 你去当神秘客 我常常做的 我每个月一定会有一次 一次叫做远征 远征 远征就是离开台北 我就到外县市去看 周间平常我会利用 礼拜六的半天或一天 去台北县市 就是整个新北 跟台北这边去看一看 去看了这个过程 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灵感 之外有一个事情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 你会同理的知道你的员工 他们目前看待这个店的状况是什么 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这样子的反应对我来说就非常直接 而且我比较容易下决定 因为通常在办公室里面就是 营业部主管 层层往上报 就会到我这边来 当我跟他太远 我有时候没有办法用 那样子的心态去想 我想的可能就是成本 这是费用 但当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很同理的可以去认为 这事情是不是一个投资 它就不是一个费用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效的